昨天就看了一套很好看的電影 比毒雪大狀更好看 我覺得這套更厲害 就是《九龍寨城之遺城》 聽過名字也很厲害 《遺城》是想起《十月遺城》那套電影 是有點像的,所以它的名字也是很重的 懷著一個好奇的心去看 每個人都說好看,很棒的 接近一億,應該是超一億的 未來的票房 因為真的很像香港的味道 我遠在英國都感覺到 看完之後我覺得回到香港 很神奇 因為它的畫面很震懾我 覺得是這個東西 是這種感覺 當然它有些電腦特技做出來 意象做得不錯 當然有些位置是假的 燈光可能都是不夠黑的 不過也不錯的 整體來說是不錯的 做到我的儀式 在唐樓生活那些感覺 有點像 不是歷史一樣 始終我們應該是 我自己未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是 九龍寨城刷了 很多年前刷了 首先 還沒說到電影之前 九龍寨城跟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以前有絕落庫 有時候有什麼 煩惱 會逛逛公園 有兩大公園都可以逛 一個摩士 逛逛最多 另一個公園都很漂亮 就是九龍寨城公園 就是這套戲的原子 他想拍攝的原子 當然已經變了公園 現在變了九龍城廣場 賈兵達道公園 最近搞撥水節 沒有人去那個地方 想不到 這個位置就爆紅 日本人真的很喜歡 也有日本人做母子 這套戲就令我很久沒有看過 這麼好看的港產片 超水準的 我在想香港的港產片 是不是死了呢 也不是 原來也有一群很厲害的人 在密密背後做 而且這套戲是不是很黃 也很黃 都是有一些香港人的味道 拍到的那種感覺出來 全部都是 你見到一些演員的對白 你就知道 其實暗有所指 有一種叫做 他講到香港人少少的心聲 但又未踩到你那條什麼 國安法那條街 這個位置就出奇了 神奇之處 接著又過到電檢之處 過不到就慘了 現在香港政府就力推這套電影 又說整個九龍寨城的主大公園 我不知道他怎樣整 其實大家如果想去九龍寨城的主大公園 其實我印象中 我以前去過一個屋邨 我忘記了哪個屋邨 應該在東聰 如果沒有記錯東聰 東聰有一條村 他裡面的街市 是用九龍寨城做主題 有點像的 大家可以進去看一看 雖然假假地的場景 我遠在他方 我也知道 還熟過你們 坦白說 你們收不收貴呢 對於九龍寨城這些 我們很清楚 以前都經常去九龍寨城吃東西 其實如果你說 雖然舊的九龍寨城 又不見了 但是現在你看 那條賈邊達道 即是九龍城廣場附近 其實都是很遲 樣子都很遲 那裡有泰國街 之前主女 十年餘一日 雖然我離開了香港幾年 兩年 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些店舖也是一樣 一大堆老舖 豪華餅店 還有一間 法哥經常去那間 居住那裡 你就知道 基本上 都走到熟了 不知道有一兩間 是24小時的 水果店 所以說這套電影 你一定要提到九龍寨 這個就是差不多我半生人成長的地方 不是說經常去 不過因為走到沒什麼好走 都會下去 看看 吃一下太野 那些公園 只剩下幾棵牆 那些古牆 還有一個廟 戲宗裡面有什麼天后廟 衙門 我記得有一個衙門 古蹟裡面還有一個衙門 不知道是不是原子 大家可以參觀一下 好過沒有 還有一點點 這套戲 首先一開始 我現在開始劇透式 順序去說故事劇情 或者我對這套電影的感覺 首先 他回覆了很多香港人過去的回憶 集體回憶 首先 有一些知識我都不太記得 他就說香港以前成為第一收容港 好像英國那樣 第一收容港 收藍文 對了 差點忘記了 以前小時候好像還聽過什麼 越南的藍文 越南的藍文 跟我有什麼關係 就沒有關係 不過有一次 我去一個 Speed Dating 竟然跟越南的船民有一點關係 遇到一個華人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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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 主持人 然後 懂得說廣東話 他說 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來了 當然 這個時候又要唱衰香港 因為香港衰 我才過來英國 然後他就說 原來他們是越南人 他們本身的身份 就是越南難民的那批人 當時他們父母在香港逗留過做難民 過往英國 對了 我都不記得了 有這些類人 當然現在就遣返了 現在香港就沒有這些難民 以前香港是挺大愛的 英國管治的期間 當然華人和英國人 有時候文化有衝突 有衝突 有一個地方 九龍寨城變成三不管 真是高度自治 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地方 其實九龍寨城 我真是不知道他們的高官 是不是沒有文化沒有常識 其實他們就是講港獨 你講也沒人相信 你看整套城寨的故事就是講港獨 在英殖民時代 英殖民時代 你又忠不忠 你又不是中國管 你又不是英國管 你是自己管自己 那就是 民族自決 那就是獨立 其實這套電影和港獨有關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隱喻很強 或者有些人看完 為什麼這麼多人看呢 就是因為他有這些隱喻 你要很細心去看 你才知道 很熟悉背景 一開始電影 當然是打片來的 但是那個歷史淵源出奇地 他的比喻又真的挺漂亮 用城寨比喻獨立這件事 他整套電影就環繞林峰 林峰一開始就是 片場就說 在武池那裡打黑市拳 然後就打贏了 然後就拿著錢 就打算向這個 他有兩個大奸閣 一個叫大老闆 洪金寶 一個叫王九 就是五韻龍飾演的 第一次見五韻龍的演出 都相當出色 好做到那種奸閣的神魂 洪金寶不用說 就是大阿哥那樣的 都很久沒見過他拍戲了 早前不知道他坐輪椅 為什麼他又沒事的 這套戲應該是2021年拍的 知道他行動不變 他還可以打得下 雖然我也知道 很多位置都是用替身的 很久沒見過洪金寶出來拍戲了 又真的挺好看 然後林峰 就是爛民來的 大陸下來的 他說大老闆 給我身份證 給你錢 誰知道 被大老闆挽勾了他 給了假到無倫的身份證 給他 林峰 就拿了大老闆那包粉 就衝進寨城裡 寨城的話事人就是龍捲風 龍捲風就是古天樂 古天樂這個角色 就相當之有血有肉 就看到我覺得 真是厲害 古天樂 既為老闆 應該是電影公司的老闆之一 拍戲又如何 做老闆又如何 裏面亦都做老大的角色 真的有自大氣場那種感覺 進去 就被這個王狗 被這個王狗追 被大老闆這個馬仔 投號馬仔 也是最後的奸角 最後的大老 追殺林峰 林峰就是陳樂均 陳樂均 陳樂均這個角色 從大陸下來的 追到債城那裡 中間有幾場追逐器 我也挺精彩的 例如他應該在 不知是彌敦道 在巴士打 有挺有趣的 我們平常坐巴士 這個王狗 爬到上車上面 追殺林峰 追殺林峰 打得挺倒極的 這個場面 我都覺得厲害厲害 是香港才拍得出來的 其實香港 這些沒有打片 是其中香港人的 一個可以自豪的特色 如果你說 我們香港人 有什麼出外國 是真的獨有的 飲食不要說 飲食 你有我也有 對吧 你們經常說 美食之刀 美食之刀 別人不認識嗎 對吧 你拿美食過來英國 都未必好賣 對吧 所以美食這些東西 是很尷尬的 未必是世界認同的 但功夫就肯定是 尤其是Bruce Lee的年代 Bruce Lee是將功夫文化 帶出國際的 到現在都承認 這部電影 有Bruce Lee的旗 那種感覺 或者功夫片 我們香港聖旗的感覺 因為現在的功夫片 在荷里活 例如John Rick 已經在找了 根夫 什麼是根夫 槍和功夫的結合 甚至印度仔 他們現在開始拍打電影 都挺能打的 Tony Jaa 那些 泰拳 都有很多這些 所以已經變相功夫 而言 不是說你香港獨有 但是這部電影 都可以向全世界 告訴全世界 如果你想看打電影 香港還是龍頭 還是龍頭 這個很厲害 我覺得這部電影 是可以 你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 可以POW OFF 可以POW OFF 可以POW OFF 我去到戲院 其實只有十丁有看 不是很多 晚上 應該是一些 ABC來的 BBC 不懂得說中文 或者懂得說 懂得說 講普通話 什麼 應該只有我一個香港人去看 那 那 講他 黃樂軍 拿了包粉 偷了誰的 大老闆包粉 進去城寨 城寨 龍捲風 最後決定幫 陳樂軍 去擺平 這件事 跟大老闆 紅金寶 即是古天樂 跟紅金寶 說 放過 林鋒 你 真的 失夠錢給你 多無數 那 那件事就 完了 接著 林鋒 就 開始 在城寨 找工作 然後 就 古天樂 就聘請他吃飯 也 在城寨的管理下 打份工 然後 慢慢 林鋒 就找到龜屬感 我記得 他電影有一句說話 我覺得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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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沒有試過睡得那麼好 在城寨 很安全的感覺 為何他挾中我呢 因為 其實他這個 林鋒的角色 不是 又是說我的新移民的角色 我在英國的新移民的生活 當然不會那麼辛苦 但是 我也經歷過這些時刻 沒有工作 被人遺棄 那種感覺 當然有 在英國 你說完全沒有壓力 找工作 找了半年 一年 真的有遺棄的感覺 然後 突然之間 有個地方收留你 好像我現在有份工 那樣收留你 你是有一種家的感覺 就會覺得 這裡是我家 我不走了 很想留下 這就是林鋒 他中間那段戲 所說的 他很欣賞這個地方 他也拍到那種文鋒 那些人在街市擺賣 黃島獨有齊 生意有齊 不同的生意有齊 黑市醫生有齊 都說到這些事情 都頗有趣 都頗全面 就是他所說的九龍寨 然後 後來 這個事情 就是 有一個 就是 進入差不多高潮位 就是 原來這個林鋒飾演的陳樂軍 就是這個叫做 迪秋 迪秋 是誰呢 就是飲宴齊 的一個 仇人的兒子 來的 那 那迪秋是誰呢 其實迪秋就是 業主 來的 就是九龍寨城的業主 而 這個業主 就是被 龍捲風 就是被古天樂 去打釋的 這個九龍寨城 一個朋友的關係 就是迪秋 和古天樂 誰知道 原來迪秋 年輕的時候 就 被 陳占的人 殺了 他的 老婆 和子女 陳占 陳占就是 郭富城飾演的 拍武打片 其實拍了很多 當年看《風運》 每件都出來了 可能 那 原來 原來 你古天樂 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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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古天樂 打起來 原來 古天樂 和陳占 林峰 郭富城 林峰 的父親 郭富城 又是朋友 又是敵人 又是朋友 在天后廟 很久以前 一場戰鬥中 古天樂 成功 林峰 搞定了陳占 但因為是戰友 即是很熟悉的朋友 陳占 臨死 托孤 叫他照顧 他的兒子 就是 陳樂軍 古天樂 選擇把他 帶回大陸 從此消失人間 誰知道 林峰 人大了 竟然 害怕了大陸的鐵拳 反而是要死也要偷渡下來 挺有趣 其實陳樂軍的處境也挺有趣 挺有趣 當然 他是很感人 他的處境 但也能說到香港人對身份的認同 要仔細地看 你想得明白 首先 為何要偷渡下來 即是要逃離中國的魔爪 即是有政治氣息 中國那麼好 幾十年前不好嗎 為何要偷渡下來 這是不合理 即是暗寸大陸 不要 要偷渡下來 電影其實有這種意味 九龍城寨 再壞也好 我也要偷渡下來 對 身份的認同 其實他是講到的 這個林峰的角色 講到 死都不想認中國做老爸 是不是這個意思 想做英國的子民 大英帝國的子民 最後在九龍城寨一個自治區 香港自治區就找到自己 其實整套電影是有一個很強的隱喻 這些隱喻 然後任賢齊又想嘗試去拿人 誰知道 被古天樂阻止了 沒有了一件事 反了面 然後滴秋和古天樂 任賢齊和古天樂反了面 然後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後來大老闆熊金寶 趁機就說 不如我幫你 你只需要讓我進城寨 我幫你搞定陳樂軍 和敵秋商量 最後答應了 敵秋 古天樂 孤掌難敵 雖然有幾條靚 有幾條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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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叫信一 有個叫四仔 有個叫十二少 有三條靚 神打上身的硬氣功 一個人 刀槍不入 結果 古天樂 戰敗 戰敗 在九龍城寨 城寨四少 各有相亡 最後也成功把 林峰 救走了 林峰的中間是打傷了 要運送他出去 當年十月圍城 救孫中山那場戲 打算挺好看 去到這個位置 古天樂 接著真的會死 仲家會死 都很好看 已經很高潮 已經很滿意 當然未完 為何會變成神作 因為三部曲 好像是 電影有三個篇 第一個篇就是 陳樂軍入城寨 第二個篇就是 古天樂 救陳樂軍而死 其餘三子也重傷 好了 第三部 好看 Revenge 即是報仇 報仇 這些報仇 很好看 就是 救走了陳樂軍之後 陳樂軍 知道自己身世之後 就去了拿身份證 因為知道自己父母是陳占 然後她老母 忘記中文叫我名字 成功拿到身份證 原來我不是偷渡的 原來到了片尾 第三段 最後的環節 原來她不是偷渡的 她真的是香港人 終於找回自己的身份 很高興 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身份的認同 就是她不認自己是大陸仔 她會認自己是英籍物備的人 很有趣 是不是很多香港人的心聲呢 還有她中間 我覺得古天樂 她不多 一兩句 但都已經是 切中了 現在香港人的心態 她就說 你 林峰 為何會睡得著呢 在城寨 不是 因為這個地方 是因為這裡的人 是不是很有味道呢 因為這裡的人才睡得著 現在很多香港人似乎在香港睡不著 所以過了英國睡覺 然後第三步 報仇 當然是城寨四子 衝進去 這個時間 其實王九 已經坐大了 已經坐在龍頭大哥的位置 他也殺了自己的大老 這個大老闆 洪金寶 也活足了滴秋 想逼他賤賣自己的 在九亂城寨的房子 因為他也說了一個問題 你賣了給我 用幾十元一呎 然後我賣給政府幾千元一呎 那我就賺幾億 超好賺 就是這些利益關係 因為九亂城寨快要清賊 所以他要賠償 今天四子就殺到他 打一輪之後 終於破到這個王九的硬氣功 成功幫龍捲風 他們的大老報仇 劇中 大概是這樣 最後他們的鏡頭 就是說他們在九亂城寨 看著啟德機場 其實城寨也挺漂亮 為什麼要拆開呢 哇 這種味道真是 聽完我也無本動 意思就是說 其實香港也挺好 為什麼要回歸 為什麼要這麼多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去限制香港人呢 是不是 為什麼要拆毀我們優良的傳統 言論 雜寫 報章 這些自由沒有了 為什麼要拆開呢 拆開就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拆開一些我們應有的自由 為什麼要拆開呢 本來不是很漂亮 你聽不聽得明白呢 這些說話 是不是 對 都聽得明白 是不是 所以才這麼高票房 我看完之後 很有味道 當然一般人看 可能會當他打扁地看 但我們一看就知道什麼 明眼一看就知道 那幾句對白是說給什麼人聽的 做得非常之好 對白一流 話中又話 我非常之喜歡 每個角色都很鮮明 基本上不會有一個很廢的角色 你忘記了他去什麼 出奇地 因為怕的 那時候看的時候 會不會 我不知道誰打誰 出奇地 他不太多 再這樣數幾個 其實是 十個左右 十個比較主要的演員 互相關係的糾纏 相當簡單明瞭 不用說怎麼用腦 但又可以 反映到一點點政治 正 誠意推介 雖然劇透了 今天都有收看